农村好还是城里好 看完这个视频呢 会让你大开眼见 或许颠覆你的认知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咱们把镜头给大家切换过来 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 也就是到底是农村好 还是城市好 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会让你自然而然的 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咱们这样说吧 城里人他们非常羡慕农村人 而农村人呢 非常羡慕城里人 也就是说 这两方面的人 城里人和农村人 他们都互相向往着 城里人可以说 大家都非常清楚 干净 卫生 而且呢 生活条件又好 是不是朋友们 这是很多农村人 非常项目的 这个这个这个城里人 而农村的 农村人 给人的一种感觉 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比较的乱 就是比较的脏 就好比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画面 是我们河南的呢 其中的一个农村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比较脏 比较乱 是吧 朋友们 这个才是农村 最本质的一个生活 最本质的一个条件 这是原生态的一种农村 是不是朋友们 像城里人呢 他们也是非常羡慕 哎呀 农村多好呀 农村有多大的院子呀 是不是朋友们 大通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虽然这户人家 他们已经不再住了 不在这里住了 但是呢 很多城里人都是羡慕 哎呦 农村有这么大的一个院子 而且呢 在这院子里边 还可以养个鸡 养个鸭 养个鹅 养个牛 什么来着 都可以的 是不是朋友们 而城里呢 却养不了 这个就是区别 此外呢 就是农村的环境和空气 农村的环境相对而言 比城里边要好很 尤其是一些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新工业 重工业 再加上一些电子产品 再加上一些 尤其是有塑料加工厂的 相对而言 他们的空气肯定没有 没有乡下 肯定没有农村的这个环境好 空气又没有空气好 又没有农村的空气好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区别还是有的 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里面呢 空气比较新鲜 虽然说卫生调整比较差一些 但是呢空气新鲜 给人一种感觉非常的安逸 给人一种感觉非常的安逸 而且呢感觉没有多大的压力所在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像一些生活在农村呢 他们都非常羡慕生活在城里面的 因为城里面第一有钱 第二呢 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的车辆 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 而在农村呢 每天建造的就是两层楼 要么就是这种简单的房子 要么就是积压而一类的 可以说这种现象呢 凡是生活在农村的 都有这种体会 都有这种 这种想法 都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朋友们 你的好比 我在前一期 给大家分享过一期了 农村人可怜 城市人比农村人更可怜 这句话题 这个话题呢可以说 也是引来了很多的 这个 咱们读者们 咱们网友朋友的一些共鸣 一些共鸣 说的非常的在理 农村人可怜 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可怜 尤其是在农村下岗的一些职工 他们下岗职工呢 可以说有什么 对不对 还有一个更加 更加明了的一个事情 农村人可以说两年不用打工 都有饭吃 而城里人呢 你不要说两年 你两个月试试 一个月试试 肯定撑不过咱们农民 是不是朋友们 虽然说他们有这个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退休工资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奖金之类的 是不是 但是作为咱们农村人来说 虽然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收入 但是压力并不大 而农村人呢 而城里人呢 他们有小区 有物业费 水费 这费 那费之类的 再加上这个 走亲戚 或者是给朋友水礼 给单位同事水礼 利益 可以说比农村又高得多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 农村好 还是城里好 我相信大家 已经有自己的一个答案了 我是感觉 城里也好 农村更好 作为视频上的朋友 您呢 针对这个话题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把你的想法 你的观点 打在评论区 和大伙们 分享分享吧